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初呢 我到了美丽的绿城云南 这个南宁 在南宁呢 我们做了一期系列的孤立节目 那么第一期节目呢 就是牛来了 时隔11个月之后呢 我又来到了美丽的南宁 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现在上证指数涨了将近700点 那么最容易赚钱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 那么第一次我来的时候呢 是1月5号左右 到现在呢 已经涨了700点了 在这一年里头 古海尘势苍苍 变化非常大 有时候大悲大喜 那么这里头也经过了很多的喜怒哀乐的交织 古市里头如今又出现了残酷的二八定律 甚至是一九定律 什么是二八定律呢 其实二八定律并不是专为古市设置的 自然这种很多事情 它基本都符合一个二八定律 你比如说空气中的氧气 它大致上是百分之二十几 比上氮气 百分之七十几 那么加上其他的一些气体 那么还有很多事情 你比如说整个社会中的财富 它也是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里 那么在股市里的二八定律呢 它不是针对中国股市的 我在和一些外国专家交流的时候 人家说全球股市 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 各个国家几乎都符合这个二八定律 百分之二十的人挣钱 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挣钱 那么股市到了行情不好的时候 二八就变成一九了 一九定律和二八定律又在抬头 很多老股民呢 在熊市里会抱怨 我们赚了指数没赚钱 那是反弹的指数 它没有挣到钱 可是到了牛市 现在的抱怨是什么呢 我们赚了牛市 反而不赚钱 不仅不赚钱 还赔钱 那么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牛市中呢 很多新朋友进了场 据我们的统计最高的时候 一天进入股市的 全国的朋友有五万人 那么正常情况下 也有两万人左右 大家呢也在困惑 既然是牛市 我们为什么赚钱就难了呢 牛市呢 它也分不同的阶段 赚钱最容易的那一阶段 也就是我年初来讲过课之后 之后呢 到了五月中旬之前这一段 那叫恢复性上涨时期 那么这段时间赚钱是比较容易的 大家也都能认同一个道理 在股市里 有人赚钱 就一定是有人赔钱的 那么在恢复性上涨时间 前几个月最容易赚钱的时候 谁在赔钱呢 你搞清楚谁在赔钱 后面的人会不会也这么赔钱呢 那这个赚不赚钱的道理也就出来了 那么牛市初期谁在赔钱呢 牛市初期没有人在赔钱 牛市到来 作为散户来讲 你可能五分钟看懂了就买仓了 但是对于一个大机构 几十个亿几百个亿资金的大机构来讲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它可不可以进场的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选择 那么大机构需要对这个牛市进行一番确认 确认了以后 做准备资金性的准备 各种选股的准备 然后开始陆续进场 那么在他进场的时候 就会引发一轮特殊的情况 干什么呢 大机构进场 第一件事掠夺筹码 抢筹骗筹 那么在二月份初到三月底的这么一个 一千三百点的横盘过程中 大机构们都是在骗筹码的 如果你认为大机构只是在十二月中旬 或者是一月初 他们把筹码已经买完了的话 那你就对他们的认识大错特错了 直到一千八百点 大机构还在源源不断的进场 那么牛市初期是什么特点呢 牛市初期是钱流来的来势汹涌 除了大机构之外 其他的很多平时不炒股的钱 小的机构 他们也在觊觎着股市上涨的这么个 有利的时机 他们也想分享牛市带来的一杯羹 于是他们也来干一件事情 那么各个股票自己中间 主力自己在干什么呢 第一步他也是在抢筹 从这张图上看 那么这是一个南宁唐叶 那么他在第一波上冲的时候 就是把前一个套牢盘给吃掉 然后呢 这个之后他又接着又从前一个套牢盘 吃掉的位置上 这个横盘在以往我们看来 它是一个出货的位置 其实他第一波上涨就是在抢筹 抢完筹以后又拉起了很高的一波 至于后面怎么走 要看到后面的走势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股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局部牛市 经过抢筹之后 大家建仓大机构已经差不多了 后面的机资金再进场 就需要精挑细选了 既然是精挑细选 就是有的股票被他看中了 买进去股票涨上去 有些股票他已经看不中了 不买了 于是就形成了局部的牛市 局部牛市里头股市还有好日子过吗 那么先期经过一轮拉升 甚至两轮拉升 涨了一倍甚至两三倍的股票 比比皆是 这些股票经过第一轮的好日子之后 开始分化了 有的不涨了 有的下跌 有的继续突破向上 先期没有涨过的股票 是不是就很好呢 那么先期没有涨过的股票 还有些它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基本面有问题 所以它不涨 股市最容易赚钱的时候 就这么过去了 后面该怎么办呢 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啊 机会会不会再来啊 什么时候再来呢 咱们下期再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古理知识教学 股市大解密 今天呢 我们讨论一下 未来的市场格局 会发生哪些变化 股市呢 发生了变化 和以前的熊市不一样了 牛市与牛市也不一样了 我们在上集说过 牛市它也分为恢复性上涨 和后面的局部牛市的阶段 那么在现在的股市格局下 股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经过熊市训练过的老股民 他最敏感的一个话题 他神经帮他最紧的张的一件事情 让他天天睡不着的一件事情就是 出货 机构到底出货了没有呢 他天天在想自己那只股票 出货了没有 那么股破 大多数股票经过了一轮恐怖的拉升 这是我的一个形容 也就是说 拉升了一倍 两倍 甚至三倍 从这个低点 从八块钱涨到四十块钱的股票 比比皆是 那么经过这么一轮拉升之后 开始横盘震荡了 你再去找便宜的股票 要么就是极烂的股票 要么就没有了 都已经涨起来了 你需要在拉高了的股票之中 去挑选你的机会了 这时候 熊市给你制造的那些阴影 开始起作用了 出货的阴影 时刻笼罩在股市的上空 然而不仅是各股出货的恐惧 对大盘的出货的恐惧 对机构出货的恐惧 让老股民们 永远是采用这种路线行走 怎么行走呢 形势不好 立刻逃跑 逃跑了之后 希望它能够身负下跌 我好给它抄回来 可是跑了以后 发现它并不怎么下跌 于是只好停住来观望 观望的过程中 天天诅咒这个股市继续跌 这个股市它就是不跌 不仅不跌 还慢慢往回涨 然后被扎藤了 只好回来 回来以后 再一有风水草动 立刻又逃跑 再逃跑以后 发现它又不跌了 然后再观望 观望来观望去 实在是不敢进来 但是被扎藤了 只好再进来 再进了以后 下次再逃跑 再观望 再进来 经过每次逃跑 观望进来的过程之后 每次一进一出 你猜它是挣钱 是赔钱 有的人赚钱 有的人他就赔钱了 那么出去进来的过程中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挣钱的 到底什么时候 主力开始出货 我们自己的推断是 根据逻辑推理推断是 牛市的路有多长 牛市这一轮至少要持续到 2008年中上旬 你就不用跑得那么勤快了 没有太大的问题 阶段性的顶波是有的 大牛市趋势 一直还能延续很长时间 那么牛市里股市的规律呢 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再用熊市的思维 熊市的教条 熊市的规律去做牛市 它一定是赔钱的 我们在06年初的股市节目里头 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大家要洗掉熊市思维 那么熊市思维 其实呢 也要影响到牛市里的操作 牛市里头的游戏规则 发生了变化 你的思维方式不发生变化了 也很难适应这个市场了 规则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除了我们的股改规则之外 股改在06年的年底 基本就结束了 那么此外还有权证的规则 大家也都领教过了 那么现在呢 也辉煌泄目 最后以某些权证 达到了几厘前为止的 这么一个结局 告别了历史舞台 旧的去了 新的就来了 下一步融资融券的游戏规则出现了 也就是说 我们以前认为 只可以先买股票 后卖股票 将来你可以先借来股票 把它卖了 回头再买回来 把它还上 可以做空了 此外 股指期货 游戏也出现了 那么大的机构们 把握控制股指数的 这么一些指标股 从撬动指标股上 在期货上赚大钱 利用杠杆效应 这也是一个 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那么再就是 市场进入了机构时代 这个市场的老大变了 在熊市里 我们更关心的是 赶死队在哪里 到现在 你再去关心赶死队 它已经变了操作手段了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模型了 那么机构时代的大老虎是谁呢 新的老大是谁呢 首先还是基金 它老的新老大老虎 老的大老虎 基金还在 它的规模 原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经过上一轮的上涨 很多基金的分红 70%甚至100% 全国人民把大把的现金交给了他们 那么他们现在的身价和体重 原来大不相同了 除了基金 还有第二位的是QFIR 这个是外国人的钱 那么通过正规渠道进来的钱有 通过其他非正规渠道进来的钱 它也有 外资也看好了中国市场的长期的超跌 以及未来长线的机会 那么资本都是逐利的 他们也会来 此外保险资金的规模也是非常庞大的 保险资金现在已经达到了两万多个亿的规模 那么能够进入的股市的钱也会越来越多 社保资金 企业年金 还有他们等等 这些大机构都会带来投资理念的一些变化 那么牛市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记住大家请大家记住几句话 主力不在散户买股票的位置 买股票 主力不在散户卖股票的位置 卖股票 主力去买散户想卖而不愿意去买的股票 那么很多朋友搞不清楚那些股票 为什么它还能涨 我的股票为什么就不涨呢 是因为主力的建仓 它是更加有想象力的 它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一个基于逻辑推挤的大胆假设是 未来的股市 它是拉高不出货的格局 它拉高横盘再拉高再横盘 然后高手越来越不会做了 因为熊市思维禁锢住了它的发展眼光 解决盈利的问题怎么办呢 洗脑学习 下一节我们开始学习 咱们在新的市场格局下赚钱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古理教学 股市大解密 那么上次我们说到 很多老股民朋友也好 新入市的新股民朋友也好 都面临着重新学习洗脑的这么一个过程 从哪开始学起呢 今天我们讲大道质简 先从股市里最简单最根本的道理开始讲起 股市里最根本最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呢 你投资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两个字 赚钱 赚钱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怎么实现的呢 就四个字 低买高卖 这就是股市里最质简的大道理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真是不容易 那么低与高的判断 低买高卖 注意了 他先要知道哪里是低 哪里是高 哪只股票低 什么时候低 都拉高了 没有低的怎么办 那么我在与股民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呢 曾经有一个小伙子跟我说 邱老师我发现了一个 这个规律 只要在大盘的低点 个股的相对低点 它出现了那个指标的话 这个东西就能涨了 我说切慢 你前头这句话有问题 只要在低点 你怎么知道它就是低点了呢 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低点了 那不需要你那个指标 你闭着眼睛买完了 等着涨就行了 判断低与高 其实它就是股市里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大盘还是个股 那么我们看一下 大盘从04年4月份 从1784点 一路跌到05年上半年的时候 曾经刷到过1163点 跌了600点够低了吧 然后发生了一个小反弹 发生了一个上升趋势 这个趋势能不能延续呢 是不是牛市来了呢 如果你根据经验说600点不得了了 三分之一跌没了 那么从这里进场会怎么样呢 它后面又跟着了一列 非常惨烈的杀跌 这一轮杀跌可以把很多人的资金 给杀掉一半 好了 从05年12月份的 1080点左右 一路涨到1300点 到了铁顶的时候 大盘已经涨了20%了 很多老股民朋友 根据熊市里的经验说 这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高了吗 前面的例子里头 如果说是股票能跌到地板架的话 经常大家发现在地板上 它底下又打了个洞 开了个地下室 那么这会儿股价顶到天棚上去了 最后发现把天棚转了个窟窿 它又在天棚上 阳台上又搭了一间小房 后面还有一层楼呢 1300点冲过去了 连续又涨了10%一个大阳线 这回该见顶了吧 这时候到了4月底 马上面临的五一长假 大家说这是节前最后的疯狂 该保吧 那么我们呢 也在网上写了个帖子叫做 节后扬长而去 写的是扬线的扬 告诉大家 节后有一度大扬线 会把股市拉上去 那么节后怎么走的呢 节后从这个扬线 是刚才看到的位置是在这里 一路又快涨了 百分之将近20 那么涨了20%之后 高位以横盘震荡 真的涨到20了 又跌下了百分之十几 这回大盘彻底完蛋了吧 牛市结束了 该出货了 很多老股民用熊市的经验一看 大盘已经涨了几个格了 这里头每个格设置就是10% 一时二时三时四时五时 大盘涨五个格 应该已经涨60%了 1.1乘五次 60% 那么大盘涨60%了 大盘都涨60%了 行情总该结束了吧 没想到后头还跟着这么一轮上涨 这一轮上涨又涨起20% 到了1800点横盘的时候 很多朋友又说 这个这回大盘是彻底彻底的 肯定没机会了 我们快跑吧 散户越是高手 跑得越快 结果跑得怎么样 又被扎空了10% 到现在1900多点还没有结束 2000点是一定要上去的 那么这里头低与高的判断 它总是要超乎你的想象 低与高要看大盘 那么买和卖呢 要看个股 你把大盘看得再准 不去买卖个股 一样是赚不了钱的 那么股市里头呢 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情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教材 让你学了以后就能赚钱 大家都需要自学成才 不管你的基础怎么样 那么自学成才的代价是多大 你要交多少学费呢 学费通通交给市场 有人交20% 有人交50% 有人更多的交学费 交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都有 是不是花了学费就能够学习成才呢 交了学费不成才的 它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太多的人自学不成才 甚至没学成之前 就已经被市场淘汰出局了 那么学习还是需要一套好的思路的 什么思路最好呢 告诉你什么思路最好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只有最符合现在市场的这套思路 它是最好的 那什么思路 最符合现在市场的呢 其实大家需要一个分析股市的思维方式的平台 那么我们也通过一套叫做翻翻股教学的东西 给出了一套推延股市各种变化的一个主思路 也就是一套思路主线把你熊市里他的思维能够聚诸成链 这条主线就是一二四四 一个目标低买高卖 两个方向大盘和个股 四条主线来研究大盘的走势 四个过程来研究个股的操作模型 然后研究完了大盘和个股 赚钱还是不能的 还要解决理念心态和哲学等问题 为了帮助你的操作 给了好股票也未必挣钱 那么下节课 我们从第一个目标开始研究 大盘怎么去研究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古理教学 股市大揭秘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 炒股要看大盘 在我上大一的时候 没有学我的本专业 学的是高等数学外语 做任何事情 可能都要有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练武术可能先从蹲马步开始 那么炒股的马步是什么呢 就是看大盘 股市是个什么地方 很多新朋友一进来发现 这里好像是个很欺牲的地方 什么叫欺牲呢 他们欺负我是个新人 很多事都瞒着我 大盘到底怎么了 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搞不清楚 好像大家都知道今天该干什么 就我不知道 每天市场好像有个主权率 是大家约定好的 今天涨银行板块 明天银行板块往下打 开始涨钢铁股 那么这个好像就我不知道 这事就很不公平了 也就是说我是被瞒着的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来看 这个是在06年10月初 10月长假以后 第一天大盘开盘 也就10月9号的一个走势 前期一直到9月底 走得很正常 突然这一天 看看最后一根K线 它是跳空高开起来的 看一下当天的分时图 你可以从分时图上看到 这一天所有的一天 全天里头 这个指数一直是在高处飘的 他就没有碰到中间那条横线 也就是说 头一天把长假之前把股票卖不掉的人 他没有机会 等到大盘指数跌回到自己 卖出点 就重新买回来了 他一天都不给你跌回来的机会 这个好像真是有人给事先约好了 一样 这个呢 像是一个市场的阳谋 说阴谋不合适 它是个阳谋 大家看一下当天的涨停板的情况 第一板的股票 也就是说 在排序窗上 能够看到从涨的最多的股票排下来 第一板二十几只股票 全线涨停 谁干的呢 肯定是大市值的股票干的 也就是说 大老虎们做的 大市值的股票 全线是飘红的 都是在涨的 不管它涨几个点 绝大多数都是涨的 只有个别的是跌的 好了 主要的推动力 市场推动力 又来自何地方呢 那么这个市场的 所有的股票一起涨 一定是 有某些推动的 内在的推动力发生了 那推动力来自哪呢 经常来自某一个特殊的一个板块 那么那一天 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来自银行板块 民生银行 涨停 普发银行 涨停 华夏银行涨了6.68点 新发展6%以上 最大盘子的中国银行也涨了2% 那么是银行板块 把整个大盘和人气给推上去的 市场呢 它是有自己脉搏的 这个脉搏就是涨跌的趋势和节奏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 甚至有人说市场 它是有生命 有呼吸的 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呼吸 去运行 那么热点板块呢 它有一个轮动 切换的这么一个次序 这一段时间涨这个板块 过一段时间 这个板块停止了 换成下一个板块就涨了 大家轮着来 轮涨轮跌 那么这个也好像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里头 也有好像呢 没有规律在里头 很多新朋友就觉得很郁闷了 怎么 这些事情怎么我就不知道呢 不要郁闷 其实很多老朋友 他也不知道 甚至他干了十年都不知道 那么看大盘要解决四个问题 看大盘 看什么呢 一个是短期趋势和中期趋势 中期趋势整个大的 未来一段长的时间之内 大盘向上还是向下 短期趋势 最近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它要怎么样 至于你要想把更短的周期拆对 明天该涨该跌 那是一个更高深的学问了 除了看趋势之外 还要看热点 近期的热点板块和冷点板块 这里说的热点很容易理解 说的冷点就是说最近哪些股票 它最有风险 它容易引起沙跌 那么再一个就是看机构的动向和机构的状态 机构们心态是什么样的 不同的机构 他希望市场走成什么样子 第四个是要决定我们的操作策略 也就是说 我到底是拿着钱还是拿着股票 拿多大的仓位 逐渐减仓还是逐渐加仓 从哪种板块倒到另外的某些板块里头去 那么这是决定操作的事情 好了 如果你把大盘看对了 潮武也就赢掉一大半了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拍电视剧或者拍电影 如果你把脚本给搞好了 导演请好了 导演把故事情节设计的非常精彩了 演员选的非常到位了 然后呢 大家组织到合适的背景场景下 故事准备开始了 导演一喊开始 剩下的真正把电影拍成的 那是摄影的事情 他只要淹快门就可以了 我们在股市里要做一个好的导演 下个下节课我们讲怎么样看大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技术交流 股市大解密 今天讲看大盘的主线 影响大盘的因素非常非常多 包括国际政治 国家政策 宏观经济 行业经济 管理规则的一些变化 突发的事件 重大的消息 那么指数所在的技术位置 和全球市场的联动等等 市场的情绪波动 以及机构大户们的交易行为 其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大盘 那么到底什么是大盘的影响大盘的主线呢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提纲窃领的东西 提纲窃领 抓住四条主线就可以了 第一条主线是信息博弈 第二条主线是技术博弈 第三条主线是心理博弈 第四条主线是利益博弈 那么在信息博弈里头呢 信息牵涉到政治经济事件传闻等等 可以说和技术图形走势无关的 几乎都可以算作是信息 那么信息之中呢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它存在着博弈关系 技术博弈呢 我们把除了信息之外 就看K线图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通称为技术博弈 也就是仅与图形有关的部分 我们称之为技术 那么市场公认的技术呢 会对市场的情绪产生一些影响 市场共同的情绪 会影响市场的一些走势 机构们经常利用这种技术共识 来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 那么技术博弈的例子非常多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06年呢 2月到3月 大盘呢 走到了一个1300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被称为历史上的一个铁顶 在前边画了几个箭头的位置 就是当初的一些历史的支撑和历史的压力 到了这里 市场形成了共识 这个位置上压力非常非常重 大家都想把股票卖掉 然后呢 它就行情结束了 到最后呢 谜底一揭开 发现它是一个骗筹码的一个圈套 当初铁顶的位置横盘 横了将近两个月 很多人在这里把股票卖掉了 结果之后 大盘一路冲上去 把这些人就给扎空了 这是一个骗筹码的一个圈套 那么第三个博弈是心理博弈 也就是说 有些市场上的一些特殊时间 比如说长假之前 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要出现 大盘股要出来的时候 容易引发大众的心理波动 此外还有一些容易激发大众情绪的一些 重大事件 在此外 人性之中有一些共同的心理弱点 那么心理博弈中的主角 它可能会引导 策动一些市场的情绪 配合着在制造一些极端的一些技术走势 比如说连续的大阳线 连续的大阴线 心理博弈大多是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一种 博弈关系 它应该说是很不容易被察觉的 到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发现 有这种博弈关系的存在 可以说它是一个杀人于无形之中的 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一种公式 举个例子讲 在06年6月份 7月份中国银行上市 在我们画的箭头的第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上 是中行上市日 之后走出了一波高开低走 引发了一轮下跌 到后来比它更大的一个银行 工商银行要上市了 第一天也是做了一个高开低走 第二天的走势还不如上一次呢 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下影线 好了 同样引发了市场的恐慌 之后怎么走的呢 之后 他一路把大盘给拉起来 和上次走的正好相反 他做了一个心理游戏 他与前车之间做了一个反向的操作 把很多人就给骗了 人家交枪了以后 结果大盘给拉起来了 第四种博弈关系是利益博弈 在股市里头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那么千变万变 股市之中变化非常多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大的资本 他来到股市是为了逐利而来的 他的资本逐利本性是不变的 大机构有着自己实现利益的某些固定的套路 那么这些套路 他可能会重复使用 机构之间也会因为利益而博弈 成功的利益模型 他会去复制 把前一次赢的方法 在下一次换一个方式 一包装再去赢你一次 这就是利益博弈 把这几种博弈关系 理一下是这样的 信息博弈和技术博弈是最底层的 也就是我们分析的信息面和技术面 它们会让公众投资者读懂 然后会产生某一种特定的大众的心理影响 大众的心理情绪会带来他的某些操作行为上的反应 那么这就是大众的心理影响了大众的操作 大众都照着你要求的方式去操作了 于是机构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的盈利的最终的这个结果也就达到了 那么利益得到了兑现 那么这条链就是信息技术影响心理 心理影响大众的操作 大众的操作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股市里头大盘一条主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股市交流 股市大揭秘 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大事与信息的关系 说到信息 进入股市第一天的朋友 他就要需要研究信息 研究信息既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为什么说最容易呢 消息太容易获得了 每天都有无数的消息 在现在消息获得已经不是一个难事了 所有的基本信息都需要公开透明 市场已经很规范了 说他难 消息怎样影响市场 这个推理过程是最难的 面对一个消息 普通大众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呢 通常是先判断 他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啊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买入或者是卖出 之后再去看自己蒙对了 还是弄错了 错了怎么办 要么就是最偏激的方式 修正错误 隔肉 加仓 追涨 或者是把错误进行到底 像鸵鸟一样 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头 屁股随便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了 那么分析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 分析信息的目的 其实首先是要解析一下 信息它是什么性质 那么分析信息对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市场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的机构们最有可能去做什么样的应对 就像下棋一样 你出了一手棋出来了 你研究对手最好的应对是什么 然后推导出来将来市场最有可能的走势 之后还要在盘面上去观察验证 这叫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那么市场信息的性质是怎么区分呢 首先要分它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 更多的情况下的信息 它是难说 很难说清它是利好还是利空 其次还要分析 它是重要信息还是不重要的信息 紧急的信息还是不紧急的信息 间接影响市场的信息 还是直接针对市场的信息 可以去人工炮制出来的信息 还是不可抗拒的 一定要出来的消息 顺势的还是逆势的 传闻的还是真实的 中长线的还是短期的 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也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叫做空即是多 多即是空 如果你一味的跟着信息顺着走 就能挣钱的话 那么股市里所有的人 恐怕都要挣钱了 这里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624 那一天国家发布消息 股改的事情不改了 暂时停止 于是所有的散户都冲进来 构成了大机构们 集体出货的机会 出货之后的走势 你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一个反向操作的例子是 05年的6月份 5月份推出了股改的规则以后 大盘从1300点 一路狂跌到1000点以下 之后 这条最大的利空 构成了未来几年的长线的利好 永远和消息反向操作就对吗 那么假设04年宏观调控的时候 4月份 你一样跟消息反向做的话 那你可能是一个最大的输家了 筛选信息就是一个去除取经的过程 除了判断信息性质以外 你更重要的把信息筛一下 市场的信息是海量的 海量到你可以熬夜到半夜三点 看不完今天的消息 那么重要的消息其实很少 它能够影响市场走势的信息 并不是很多 需要你把这些重要的信息 把它给挑出来 挑出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 经常有的一种信息博弈的模式 就是重要的信息被主流的机构们 用一大堆不重要的信息给它掩盖起来了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信息博弈的方式之一 再一个就是有些信息它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传言 面对传言需要趣味纯真 市场上的消息天天都满天飞 尤其是一些传言 越是传言大家越喜欢它 这也不知道人性它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特点 喜欢搞不懂的事情 那么传言呢 其实都是可以人工炮制的 最有趣的 最搞笑的是 05年4月1号 发生了一次愚人节行情 在愚人节这天 有人传言 国有股30年不减持了 于是引发了一波小行情 到后来没过多久 国有股它真的就减持了 那么面对传言 其实需要根据市场隔离 格局做一下推理 判断一下传言是真是假 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件事情 根据一次大阴线之后的一句市场传言 我们把它推断出真假来了 然后把未来半年的市场行情的格局把握准确了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传言 它并不是一定要当谣言去听的 处理市场信息最重要的原则是 处理信息比获得信息更重要 下节课我们就讲信息分析的一个案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交流股市大揭秘 上节课我们讲了处理信息的一些简单的原则 这节课我们举个例子 怎么去研究行情的主线信息 每一轮行情都有一个主线 它是谁发动的 它将怎么去推导 那么研究信息最重要的目的是研究未来行情的一个主线 行情的主线也就是未来行情的一个主流趋势 主线信息的研究其实是要主动出击的 要主动去寻找各种迹象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那么咱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05年5月国家推出了一些股改的规则 当时呢市场上大众是激烈看空的 然后呢市场走得很惨烈 在走得很惨烈的时候呢 管理层出来了一句话 叫做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次信息出来了 它对应的是前几次收回成命的一些先例 你比如说624是因为我们估改了 我们又不估改了 那么现在这一次是我们坚决要估改 对于这么一个信息 我们得出来的推理是什么呢 它中长线是一个看多的 但是短线走势却并不支持市场看多 股改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呢 股改规则的本质是股市的股价 与上市公司的财富直接挂钩了 以前是上市公司不关心自己的股价 从股改之后 他要希望自己的股价拉高了 这就是牛市的一个基础 那么当时大众并没有理解这一点 所以短线的人气和长线的趋势 它是相悖的 到了05年12月份 我们对行情的信息又做了一次处理 那么9月份经过了一波建仓行情 把股市里最凶险的一段时间给挺过去了 到了11月份 温总理说股市里遍地都是黄金 到了12月份 上主席说 中国股市具备了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并且在12月底推出了打击黑嘴的第一套动作 这些信息都反映出一点 中国股市的牛市就要到了 信息应该结合技术面 推出一些结论来 于是呢 我们在12月13号进场 在12月16号 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胡汉三又回来了 发表在网上 研究未来市场的一些格局 推导出的结论是 未来一轮行情是基金的行情 1100点就是机构建仓的区域 这次应该跟随主流机构进场 它是一个跨年度的行情 明年要进入牛市 那么这就是我当初那篇文章的一段 节选 画的红线的位置写得很清楚 以前100点附近 难道就不是主力买股票的位置吗 后面有机会 后面会涨起来 我们从来就确信此事 甚至确信震荡之后 明年进入牛市 这也是根据一套行情主线的研究 系统思维解决的问题 对于行情主线的研究 很多时候要关注以前的信息 你比如说到了12月份了 可能大家更关心 现在出了什么消息 但是我们一直对5月份以来的 股改推出的系列的信息 一直耿耿于怀 股市里大众最关注的是新信息 对历史信息的妄性很大 可是重要的信息 它并不都是立刻见效的 它经常是要有一个反应过程的 能够立刻见效的 常常又是被反向操作的一些消息 也就是说大机构 它对处理消息的过程中 它要先要研究判断 然后要决策 然后要去实施操作 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到市场反应过来 经常有几个月的时间甚至 那么主线信息通常也都是一个长线的 就股改这条信息而言 从05年到现在 它都是影响市场最主要的主线 它的影响作用要一直延伸到2009年的年底 也就是说这一条消息 它要影响五六年的四五年的时间 那么股改是05年中旬以来 最重要的行情主线 牛市围着这条主线往下发展 至少要发展到08年奥运会之前 那么在长线的主题之下 很多时候还要研究短线的信息 短线信息决定着阶段性行情的一些走势 短线信息的处理原则呢 也比较复杂 那么处理长线信息 它需要你记住以前发生的事情 处理短线信息 需要立刻你分清楚这条消息 明天会引发市场上什么样的反应 市场上主力会怎么去应对这条消息 市场上的主力 它面对这种消息 它是要立刻动作呢 还是要准备准备 整理整理 还是要先去反向操作一下 说了这么多了 说了信息要怎么影响机构 判断机构的这个对待信息的态度 那么什么是主力啊 下节课我们跟大家讲 什么是市场主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交流股市大简易 今天我们研究主力 市场之中存在的主力 很多老股民都认同这一点 每只股票当中都有一个相对最大的一个持绸者 他拿的股票是最多的 那么如果他拿的最多的股票 他拿多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有机会或者有资格对这只股票的走势产生影响了 那么他的资本又是逐利的 他想在这个影响这个股价走势的过程中赚自己的钱 如果他干了这件事情 他就是主力 那么各股主力的集合 每只股票的主力都凑到一起 那么形成了一个市场上的主力 这个市场上的主力 他就会影响甚至支配着大盘的走势 这是更大的一个大的主力 市场是有不同的角色阵营分工的 关于市场的角色分工的 常规的观点是这样的 市场里头有主力和散户两大阵营 说的对不对呢 说的对也不对 不对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经常把市场划成两大阵营的理论 很难解释很多市场现象 比如说问你主力之间 他是不是团结的 如果你划成两大阵营 他肯定是一方对另一方吧 那主力之间他有时候他也不团结 主力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他肯定他也不是一致的 各有各的利益 那么主力的阵营就还需要继续划分一下 细分一下 我们把主力阵营划分为正规的机构 主流主力 包括什么呢 包括基金 Q费 保险资金 社保资金 券商 以及规模大的 主流的阳光资金等等 像将来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资金 企业年金 养老金等等 其他的机构叫做非主流主力 包括私募基金 老庄 油资 大型的民间资本等等 此外 还有一个短线的热钱 短线资金 他是市场热钱的一个集合 包括散户和主力都会拿出一部分热钱打短线去 那么主力之间呢 有时候是一个共同借势的一个关系 你比如说行情刚刚启动 自己单独拉 拉不动 他就要共同去造势 震荡洗盘的时候 所有的主力几乎跟在大盘一块走 大盘涨 我们一起涨 大盘跌 我们一起跌 这样他是最省力气的 那么打压呀 拉抬呀 最省力气的就是顺势而为 比如说 06年3月份 在一个看起来是铁顶的位置上 大家共同干了一件事 叫挖坑 事后呢 证明所有的主力在共同洗盘 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前边 这一段呢 其实没有任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主力 真的是在这个位置上把股票卖掉了 但是他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往下打了 这么一下 这叫挖坑 把散户给吓跑了 然后呢 再也横盘 把散户呢 筹码给掠夺过来 之后一路冲上去了 配合默契的一次 骗仇行为 集体骗仇行为 那么主力之间除了配合以外 他也经常因为利益会产生博弈 基金们是团结的 是因为他的规则上讲 他不得不团结 那么主流机构和非主流机构 它是经常是博弈关系的 那么自己的利益就要建立在他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上 就像打麻将一样 我想赢就得让别人去输 市场 它就是这么残酷 那么股市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博弈竞局呢 它是一个三方博弈 一方搅局的一个竞局 主流机构 非主流机构和散户在博弈 然后还有一个短线资金在搅局 谁占优势 他往谁身上去加棒去 两类主力的资金呢 是有区别的 主流的主力呢 他崇尚的是价值投资 喜欢盘子大的股票 所谓盘子就是流通盘 或者流通市值 那么他们需要进行联合持仇的一个协同运作 他们把宏观经济的脉络把握得非常准确 这一轮宏观经济支持哪个板块去涨 他就做谁 下一轮支持谁涨 他就做谁 哪个板块横观经济不理想 他就出掉 那么资金的属性没有明显的周期波动性 也就是说 我的钱是从老百姓那来的 人家没有逼我 必须在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 非主流主力呢 他就未必去讲价值了 因为好股票都被大主力给抢跑了 他就有什么吃什么了 那么历史上的原因也造成了很多老庄股 各股的印度状态不同 股市的走势差异非常大 那么主流主力呢 他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同一类的 就是有投资价值的大盘的好股票 非主流主力的股票有好的有坏的 差异非常非常大 那么资金的属性经常是有波动性的 很多非主流主力呢 他的钱是从机构们 从这个单位借来的 必须在年底去还账去 这就是他的一些资金属性上的一些特点 那么不同的主力有不同的盈利模型 我们已经把这种模型大致的给分成了十种不同的运作模式了 在这种课堂上呢 我们没有办法一堂一堂的课把它拆解开 详细给大家讲 我们通过一种叫翻翻武教学的详细的给大家去讲 更仔细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运作模型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还要讲一下两类主力在大盘上是怎么样去博弈的 两类主力他打起来了以后在盘面上怎么反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股民老张 继续我们的交流股市大解密 今天我们讲股主力之间的博弈 那么行情呢 总是有主导力量的 每轮行情都有一个主流的主力 都都有一个主力 它是占主导力量的 看对了行情性质才能跟对行情的热点 那么主导力量呢 它也不是永远是最大的 它说了算 这里头呢 谁最大 这是一个风水轮流转 黄队流轮流转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基金行情呢 我们称之为主流行情 这种行情的推动的主导力量是基金 但是此外 油资也跟着一起做 就是基金行情 它是基金和油资共同做的 油资行情 也就是非主流行情 它的推动者 它就是油资自己 我们把01年以来 02年以来的上证指数压缩一下 看 在这张图上 画着A的地方 都是油资发动的行情 画着B的地方 都是基金发动的行情 那么看起来 大致上是双方扯平 几乎是6比6 5比6的那个关系 也就是说基金行情 油资行情 各占一半几乎是 那么基金有什么特点呢 它有什么强势和弱势点呢 基金的资金 它没有时间压力 没有人固定的要求 必须什么时候把钱全都还给我 把股票卖掉 基金要按季度出季报 它要揭示自己的家底 拿了什么股票 基金的股票呢 盘子比较大 涨起来呢 难度也就大一些 那基金股票又是既优股 它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跌的也并不多 那么也很少去拿这个低位超跌股 所以做反弹 它也比较难做 基金需要结盟 它需要概念先行 它要联合其他的伙伴 共同去做行情 这是基金的特点 油资的有什么强势和弱点呢 油资的股票 通常来说 拉抬的难度小一些 它盘子也比较小一些 油资的进出速度更快一些 油资的钱 它是有时间的周期性的 大多数油资到了年底就要结账 年底之前必须把股票给卖了 把钱给拿出来还给人家 到明年年初 再把钱重新借回来 重新买回来 那么油资的股票呢 经常也是没有业绩去支撑的 基金的股票呢 和油资的股票怎么博弈 咱们看一道题 那么这道题呢 也就是在05年底的时候 大盘走成这个样子 从10月底到12月中旬 它走了一个横盘 那么这个横盘 在这个平台上 主力到底是在卖股票 还是在买股票呢 给市场出了这么一道难题 怎么去判断呢 这里头有两层博弈关系了 我们看一张前面的图 这是624之前的一张图 这张图在事后会证明 它在横盘的这个位置 624前期横盘的位置 它是片散户割肉的一个位置 把两张图拉到一起去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它有惊人的相视之处 前期一次下跌 一个双底 然后拉起来两个格 这就是20% 打到中间的位置一横盘 我把这张图当时也拉出来给大家看 最后证明是什么事情呢 在那个位置上 它是一个片酬 那么在03年到04年的跨年度行情中呢 基金就和油资打了一仗 这一次呢 基金是击中了油资的软肋 油资的软肋就是年底结账 那么在一个大盘最低点 油资被迫提前把股票卖掉了 卖掉之后 行情就拉起来了 途中标的这个过元旦的这个点 就是油资之后 只能在这之上把股票再给捡回来 从大盘上被人扎空了15% 200个点 第二层博弈关系呢 基金会不会故技从事 它去占一下油资主力的便宜呢 第一层博弈是骗散户割肉 第二层博弈就是让油资 把股票卖在第一处 事后证明这两个判断 它全都对了 基金在这里头把股票 摁在这个相对低的位置上 一横盘 然后既逼着散户 骗了筹码 又逼着油资 把股价卖在低处 然后他拉了一个跨年度的行情 这个跨年度的行情就证明了 这个利益博弈 它就是这么走的 历史是可以推演未来的 在大盘格局的研究过程中 我们基于一个一石双鸟的利益格局 把这一次行情就判断对了 类似的故技从事的例子 还非常非常的多 当然了 它也也不是说 基金每次都能把油资打得落花流水 有的时候 油资把基金也给拖得 无可奈何 甚至就像这个牢 狮子和非洲的狮子和柴狗的搏斗中 不是永远狮子站上风 经常是狮子咬住猎物以后 立刻被一群柴狗把它给轰走了 然后那猎物就归柴狗了 也有油资战胜基金的很多的模式 在各种模式的推导过程中 还是遵循那个原则叫做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我们有更多的更详细的博弈模式 还是有一套教学的 那么下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更仔细的技术博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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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